詞曲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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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 我不會假散人 我是雷剛 你是雷剛? 我這一生做得最錯的一件事 我沒有罪 不是贏了雷剛, 是喝醉了集 明天晚上八點, 我去福語區找你 你沒有五百元, 我就斬開你十件八件 好… 這塊是什麼棍法?真的很厲害 這塊棍法就叫五羅八八軍 好… 整個月薪薪了 剩下這麼多, 別說我沒義氣了 好兄弟 說這些吧 好兄弟 糟了, 加上桂蘭和街坊籌過的錢 都是只有二百五十塊 還欠二百五十塊 今晚那隻臭狗就摸到上門了 怎麼籌五百塊呢 阿水, 借錢為什麼不找我 這裡所有人借錢都問我 你的息口這麼高, 怎麼跟你借 對了, 九出十三歸, 這麼厲害 當然了, 為什麼要借錢給你 你想過, 你可以不借 只要除了我之外 沒有人借給你 如果真的借, 怎麼算 現在就要九出十七歸 不要這樣… 十三變十七, 怎麼還 是還的, 你還不到有平叔幫你 就叫你們兄弟一起上班吧 好痛的 三婆, 什麼事?三妹 你不明按著搶 現在擺到明坐地起隔 你可以不借的, 不過你想清楚 九哥那些傢伙, 你還不到給他 不是人敢奮的 你還不到, 一定打得你變成殘廢 我就不信不靠你, 沒其他辦法 辦法總會有的 女人漂亮, 一定有辦法 你帶她去怒她 要多少有多少 你…你幹什麼 我踩了屁股, 不如… 你真厲害, 你兩個 我看你們兩個怎麼死 你快點 乖乖坐穩定別四處走, 聽不到 知道了, 這麼多人在看著我 要飛什麼 糟了, 這臭小狗就到了 沒有了, 如果真的來收帳 也要問尿哥借的 到時候九出幾顆龜也要給 天福…來… 是, 甚麼事?仇山兄 是… 天福, 來… 我先跟你好朋友, 正正跟你說 這點的生炒骨怎麼放得上桌子 完全沒來鑊氣, 排骨還沒炸得透 炸不透, 肉就會硬, 怎麼會寒色 可以的 難怪客人甚少點這道菜 雖然生炒骨是很普通的家常菜 如果煮得不好 影響你們福如居的金質招牌 對, 你老兄甘口一開 我敢不叫廚房改善… 鹹菜心 是 叫阿超出來, 出來 這是甚麼人? 他叫萬壽山, 是廣州很有名的食家 寫很多報紙 哪家店被他寫衰, 馬上拍蠱蜴 萬壽山, 我做了二十多年廚房 你當然說我不懂做生炒骨 我也是實話實說的 試過 我真的覺得這個萬先生沒說錯你了 這個生炒骨又硬又不夠鑊氣 最大的殖片傷是太甜了 好吃的生炒骨是要鹹、甜、酸、辣 每樣都要有 你這碟只有甜字 炒得這麼差, 你怎麼做大廚呢 不如回鄉下算吧 連我這個女人也炒得好過你 就憑你? 周哥… 幹甚麼?看不看女人嗎? 夠不敢跟我輸倒嗎? 孟先生是廣州第一食家 由他做評判, 看我們誰煮得好吃 好, 用怕你嗎? 好… 好, 我們給甚麼好 你說 這樣嗎?最簡單, 炒白菜 炒白菜? 炒白菜, 誰都要炒 炒得很不容易的 越簡單越有難度 好, 這個題目定得好 聽到沒有?是不是害怕? 給就給, 用怕你, 你想賭甚麼 二百五三元, 一個元也不可以少 不可以, 二百五三元 贏了就合不合五百元 不用搞這麼大了, 沒事的改善 老闆, 要搞大他 要不然怎麼保住你福如居的金七招牌 對呀 對呀… 大家預備, 比賽正式開始 好香呀… 那到底哪一碟大廚煮 哪一碟大姐仔煮的? 哥仔, 當然不能說, 以事公正嘛 壽三兄, 快嘗嘗 看哪一碟炒得好吃 好… 好, 這碟, 這碟, 這碟 怎麼樣? 天副 一碟菜要色香味俱介 而定一碟菜的好壞以香字做標準 剛才這一碟菜放上桌的時候 已經要香氣撲鼻 而炒菜最高的技巧 這碟菜就是火候的控制 整碟菜能夠有相當的火候 這一碟就剛做得到 夠嫩口, 夠香 換言之, 即是這一碟贏了 是不是? 這是誰炒的呢? 誰炒的? 我先試試一下, 是不是? 我先試試一下 我嘗不成功, 吃得不好 好… 大廠仔贏了 好… 好… 廖哥, 多謝250元 不可能贏得我的 怎麼樣? 廖哥也沒聲音出來 給錢吧 你放心, 我是陳超元祖復書的 謝謝 水埔仔, 有錢買了沒有? 時間剛剛好, 剛剛五百元 你這個水埔仔, 有點辦法 這麼快就找到五百元 是呀 隨便坐… 謝謝 大姑娘, 真厲害 人仔細細, 想不到炒賣這麼耍耍 明師出高徒嘛, 我也有這麼多 這麼厲害, 你師父是誰? 胡萬全 胡萬全?你不知道是誰? 胡萬全就是皇帝的御廚 宣統皇帝被人在知禁城踢走 他才沒有做 就是他, 他見我有天分 總是要求我做他的徒弟 是呀, 只是炒白菜而已 我也學足一年, 炒了三百六十五天 難怪你怎麼這麼厲害 好… 其實除了這些家常便菜 我還跟他學會煮了很多山珍海米 譬如雞包廁, 紅燒鮑魚 海參燉雞, 花膠水鴨 全部都是我拿手口菜 還有, 他給我介紹了法蘭西的大廚 我還學會做蛋糕和西餅 本來是法蘭西的大廚 叫我跟他回去, 我不願意 對了, 你們福義區真是很好的生意 每天的日數不少 是呀, 賺很多錢 其實真是你煮得這麼厲害 真是…不如進來幫我做義廚 不必浪費了他 我就給你…我給他三十塊 他一來就三十塊 我做這麼久也只有二十塊 人家真是鑊產 你真是水煲怎麼回事 想想他, 想想他 看老闆你這麼好人 又這麼有誠意, 好吧 你相信他的話 這麼多眼睛看著他炒菜 哪有得假的 花這個女孩子真是… 人有省鏡, 聲音也好聽, 心地也好 他這次還救了我 要不然他贏了廖哥 哪有錢還給九哥, 是不是 你也把這件事反過來說的 現在不是你欠人錢 是他欠人錢 是他帶麻煩給你 你幫他搞定這件事 你還賺他心地好 總之好女孩子一眼看得出 我看得出你想怎麼樣 房間又熱又熱 是貴難你這麼冷睡才睡得著 那陣子抽風氣就沒那麼熱 我看得出來了 希望是吧 想不到我們不僅做同屋主 還做好同事 將來一起上班下班也行 阿花, 你來了廣州不久了 有沒有到處去? 廣州是好地方的 山明水秀 百雲山很有名的 你有沒有去過? 再不然天南第一峰 能人子, 滴水岩, 我陪你去 去到這麼遠, 別了 你嫌遠, 近一點, 普陀寺 明天佛誕, 我陪你去 什麼子華?去到未來念經 有什麼好去呢? 不是呀, 佛誕是大勝事 所有達官貴人都去的 是嗎? 是呀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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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不是王飛鴻做得那麼絕 你娘就不會死 我倆父子 有幾年, 我不會流離失所 阿龍, 你要記住 你一輩子都要記住 我們倫家和王飛鴻的恩怨 我倫家和王飛鴻 王飛鴻 我一等一吃完粥 打點很需要的東西就要出發了 記住, 大家沒事的時候 打醒十二分精神, 知道嗎? 知道嗎? 師父, 吃 吃東西吧 是, 師父… 師父, 你沒有胃口嗎? 你們有誰見過哥哥阿龍? 沒有, 師父, 你找他嗎? 我發生意找他, 什麼事? 開業, 早安 早安… 過來一起吃 我來骨粥, 放下 要嗎? 開業, 我來 開業, 一會兒是否回報社 不是 那就對了, 今天在佛誕 我們一群師兄弟都去普鴻子老母 你也來趁熱鬧 對呀, 你很多年沒陪我們了 好, 今天就當陪師父吧 你記不記得嗎? 你小時候 逢是佛誕, 你叫師父陪你去 還要騎幫馬 你騎高一點, 看遠一點 清楚一點, 記不記得嗎? 還有一次 你逗得你逗出去, 買荔枝吃 我罵你幾句 你哭得收不住 師父哄你多久 趁師父也不能出來 這次你就當陪師父, 好嗎? 好 我一會兒會去普鴻子 不過不是去玩, 在這裡做採訪 快點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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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都是你大腦大腦 一定是葡萄寺 怎麼今年早就輸走了 當然了, 今年又有阿花 他連我這個妹妹也不管了 當然了 他也好 阿龍 桂桂蘭, 我們去哪裡了 阿龍... 我找了你很久了, 你去了哪裡 你怎麼不承認我, 你沒事吧 對了, 你爹呢 死了 阿花, 這邊又有 謝謝…不好意思 謝謝 好, 再說一次 唐總辦, 你好 歡迎你… 你看看那個人 大師兄 這麼多人圍著他 這麼駕駛 他在這裡, 鄉身高僧 就爭著來招呼他 來頭一定不小 這個大官, 西區總辦, 唐月行 西區總辦 到黃師傅他們沒事了 快點過去看吧 好陀子呀, 堆滿人怎麼看 明年才看黃師傅沒事吧 黃師傅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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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師傅來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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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她 不知道她剛才急急的腳 去了哪裡 先聽聽看 黃師傅來了 黃師傅來了 上车 上车 好… 好… 報紙這件事真是靈寫醒神 謝謝 各位,今天我們很榮幸 請到西區總辦唐月行為我們說幾句話 有請唐總辦 大師,各位鄉親父老 今天我很高興出席這個佛誕慶典 我們廣州人一向都很尊崇佛祖的 因為佛祖宣揚慈愛, 好及天下 只要我們聽從佛祖的教誨 行善積德, 人人有慈悲心 我們的社會就可以和平和諧 大家也可以安居樂業 你們說對不對 對 成功…好… 謝謝唐總辦 接下來我們進行排便揭帽儀式 我們有請黃飛鴻師父 黃飛鴻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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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哪有資格 黃師父 這個牌圈寫著土道眾生 是你的文稿 不行, 絕對不行 而且黃師父的事 贈衣私藥幫助很多窮困的人 真是實實在在的土道眾生 由你來揭, 牌圈是最適合 最實知名歸的了 大哥… 你有沒有見過阿龍? 阿龍, 他來了嗎 我們城外都沒想過別人選 是呀, 飛鴻哥 如果說你沒資格 那全廣州都沒有一個人有資格 來… 請… 黃師父大仁大義, 廣州第一 廣州第一… 黃師父… 黃飛鴻 阿龍 阿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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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鴻哥… Single… 飛鴻哥… 平手 上海她 你是甚麼人?為甚麼要殺黃師父? 黃飛鴻, 你害死我, 你怎麼樣? 雷師父死了, 誰是雷師父? 雷乾, 雷師父 他就是雷大哥的兒子? 你冷靜點, 雷大哥是怎麼死的? 你害得我爹跳過 你也在環節曲的 黃師父幫過你們, 又給你爹 怎麼害他? 全廣州都知道我師父大仁大義 你別胡說 你害死我爹娘 拜託… 大家不要吵… 你說黃師父害死人 這是很嚴重的指控 你一定要說清楚 黃師父怎麼害死雷師父 黃師父, 到底是甚麼事? 當年你跟雷大哥一戰是由我來安排的 後來黃師父你贏了之後 雷大哥就離開了廣州 雷大哥甚麼時候回廣州呢? 後來又發生了甚麼事? 我是見過雷師父 可是我不知道他會... 怎麼說也好 就是因為我當年年少氣盛 打贏了雷師父之後 還用了一些武藥性的說話 逼得他們一家人離開廣州 令他們兩父子到處樓樓 受了不少苦 才像今天一樣 總之, 是我的錯 對不起 翁飛鴻, 我一定會殺了你 原來是這樣的 不過開講也有話 聖人也有錯, 何況是黃師父呢? 而且黃師父這句對不起 是令到我們全廣州市民覺得 不得, 黃師父是竟然光明磊落 是個有錯感形的英雄人物 雖然是遲了一點 不過人死不能復生 而且黃師父又沒有直接害死雷大哥 你不可以追究 但是你當眾想殺人 就是干犯法紀, 破壞秩序 我不可以不依法辦事 帶他回警察局 等等 好, 黃師父 唐總辦, 這件事因我而起 再加上他有喪負之痛的打擊 一時衝動地做出這樣的行為 希望唐總辦妄開一面, 放了他 不行, 這樣還有法律 錯的是我, 我不想他坐牢 求唐總辦放了他 黃師父, 你求我嗎? 是, 求唐總辦放了他 一向不開口求人的黃師父 都開口求我, 我怎能不給面子呢 謝謝唐總辦 放他吧, 還不謝謝黃師父? 媽媽 該你, 黃師父這麼好功夫 用你撲出來做駕倆 算你幸運, 只是被褲頭碰到 我剛才幾隻麻風馬丫 拿著褲頭撲出來嘛 雖然我又怕三文見了七魄 但是我擔心黃師父有事嘛 當然是第一時間撲出來 不過可能我又是多事了 你別吵蒙婷, 黃師父今天很累了 我沒事 黃師父, 你還擔心阿龍嗎? 你還擔心他?他想殺你 你替他求情, 多謝也沒有他 這群人只能給他一個良心拒吃 就當狗肺, 別管他了 也不能這麼說 當初是我做錯了 才對他倆父子這樣 阿龍他恨我, 是很應該的 但是不錯也錯了, 你也道歉 我想那一陣子阿龍想清楚 就會沒事了 我也沒想過他會原諒我 我現在擔心的 只是他剩下一個人, 不知道會怎樣 我也不知道應該再做些什麼 才能補償得回 想不到那隻這樣的猴子 也挺用力的 我老是死的, 把虎頭砍師父 就是了, 當年師父沒心的 但是現在的事已經傳出去 剛才我在外面聽到他們說師父壞話 人們說師父沒人格 以後不來看跌打路 總之今次師父和寶芝林都被他累死了 別再說了, 現在師父已經很煩了 被我女人家聽到更加不開心 計聲撐聲 那隻麻風猴子站在大門口不知道想怎麼樣 他還來? 師父已經當眾認錯了 他是不是要拿到師父的屍體上去 再趕我走 是… 你在這裡幹什麼 你是不是還沒落救我們師父面 還要來搞事 剛才不是師父幫你求情的 早就被人拿去警察局 如果你來搞個陣的話 我就跟你不客氣 是 好 住手 憑你這些功夫 別洗肢, 大寶芝林 大家回去吧 齊兄 你沒事吧? 是我爹不對 對不起 我去幫忙找阿龍 找到他, 我會勸勸他 謝謝 找到阿龍馬上通知了 通知你又怎麼樣? 讓你可以再打他一次 你說什麼? 這裡是你的寶芝林 沒有外人在這裡 你不用再掩飾了 在大庭廣眾你就滿口仁義道德 轉頭你就叫燦哥去打雷剛的兒子 我沒這麼做 是葡萄紙 你就可以當著這麼多人 免得認錯道歉 但為甚麼在我面前你又不敢承認 是不是這裡不夠人多 去表揚你的大仁大義 你就不承認了 不關師父的事 不是他吩咐你們 你們有這麼大膽打人 你搞清楚, 真的不關師父的事 是那些麻風馬來走晃氣 我們勸極都不肯走 是他先動手, 我們才動手 我說過多少次不准打 不是, 師父, 我們不想他騷擾你 現在正好了, 不關黃師父的事 不說道理就可以打人 事實是你害死他爹娘 不是用拳頭就可以解決問題 不過跟你說道理也沒用 你還是不會明白 雷先生, 唐總辦想和你聊兩句 世宅 唐世伯想和你最後一九 我沒有記錯, 你又叫精龍 我還記得你出生的日子 是七月初三 你爹很開心得走到街上 跟所有人說 是兒子, 我老婆生了一個兒子 可惜一個黃飛鴻 就把所有東西都破壞了 他當年打贏雷大哥不得止 還要當面羞辱他 令雷大哥很難受 柳爺帶著你們母子離開廣州 我知道了之後, 馬上去找你們 可惜找不到 如果當年讓我找到你們 你們父子也不用受那麼多苦 雷大哥也不會死 我知道你很想為雷大哥報仇 我也很想, 但很難的 像今天那樣 倆普陀子指證的黃飛鴻假仁假義 但他是一個裝模作樣的小人 他馬上在所有人面前認錯 沒有, 其實全部都是演戲 他想傳廣州的人知道 他是一個光明磊落 有承擔的大英雄 我知道你很想殺黃飛鴻 但是世侄, 馬上我小看你 他功夫這麼好 連雷大哥也未必是他的對手 你又怎麼殺得到他 這個仇你還是不要報了 黃飛鴻, 你鬥不過他 幫你放心 黃飛鴻, 唐世伯一定會照顧你 你有什麼打算 如果你想留在廣州的 你可以住在這裡 我還可以找一份差事給你做 不用 你不用怕麻煩我 我一定要為雷大哥做點事 正龍 總辦, 我想你照顧他 可以的 謝謝 我很滿意今天黃飛鴻的聲譽大受打擊 至於這個年輕人 只要他認定黃飛鴻是他的仇人 我是他的朋友, 就已經夠了 他不得了 怎麼樣?偷師嗎 我不用偷師? 奇怪, 剛才叫你幫忙 阿芬叫狗越叫越走 現在都去場了 你就來炒菜, 有單嗎? 關來鬼事 老闆, 煮給我吃的 你真是發夢 拿場也沒有客人, 煮給鬼吃 開了, 老闆 進來 老闆 你…你進來幹甚麼? 我煮了一個新菜式 給老闆你試味吧 你煮了一個甚麼菜式? 這道菜是我師父胡萬全教我的 對, 名字叫洪梁智沛 洪梁智沛? 寓意就是美滿恩怨 其實女人求甚麼? 就是求個好男人好歸宿 但我說, 老闆你就是個好男人 好吃嗎? 好… 多吃一點 好… 女人最開心的就是幫自己喜歡的男人 煮飯 不用… 你弄髒了 老闆, 不要弄髒了 不用…別碰我 我告訴你, 我忍了你很久了 有空就不做事 想到下場才來煮菜 對不起, 我打算煮新菜式給你試一下 要嘗東西出去大廳市 這裡是帳房, 不是廚房 不可以亂進來的 我打算這裡清靜可以跟你談心事 我和你只有公事就沒有心事 小女兒, 你真是想起心腸了 你知不知道我請你因為你手勢好 不是因為你夠省鏡 以後有事就拜託出大廳港 就不要進來帳房, 出去 不要碰我, 叫三婆進來就行了 出去, 出去 不用奇怪了 剛才我們在這裡聽到了 你們聽到甚麼 碟紅娘自配真浪費 她好像給我吃了 你亂說甚麼 不說那句話也說了 從你走進帳房的那一刻開始 至少有七雙眼, 盯著… 不是你, 是老闆 所以說你也不知道米露 我們老闆娘是全廣州 數一數二的老虎 全福如居, 所有伙計都是她的線眼 你說有這麼多人看著 別說偷吃了 老闆當然那條尾巴也不敢 貴之毒 早兩年而已 有個洗碗女工 這樣對老闆拋眉眼 有個伙計馬上告訴老闆娘 那個洗碗女工慘了 被老闆娘打斷幾條鞭骨 睡了幾個月床 而那個伙計加了雙倍薪 你說這麼好游泳 有甚麼辦法不傳我福如居 都是老闆娘線眼 老闆娘, 你是沒有行的 我猜那個伙計就是你 你這麼看我的 如果我是, 馬上告訴老闆娘 用這麼好心說這麼多話給你聽 你有這麼好心, 去剪湯做善事吧 我跟你說, 我的事不用你管 狗咬女動賓, 不食好人心 是嗎? 沒有, 平時以前聽到茶客叫沖水 今天甚麼聲音都沒喪, 靜音音 出來看看有甚麼事吧 黃師父來了 有嘛 黃飛鴻說什麼?大人大義 是不是一容開人? 好像想得不太好事了 大哥,他們在這裡說什麼? 還有什麼?就是普陀子這件事 黃師父沒來之前 人們還大大聲聲說 那個黃師父原來害過人的 假仁假義 真是對黃師父不敵 黃師父,吃燒賣吧 你這麼好人,我請你吃的 我也有份的 我不會像人們說 信話閒言閒語,人說什麼他信什麼 謝謝你們,不過我已經吃飽了 黃師父,還有 這幾天都沒人看見阿龍他 他真的很可能不在廣州 如果真的這樣,也沒辦法 你們不用為了我操心 我要回寶芝林 三歲,給我看嫂子 開來單嫂二分八厘 二分八厘 謝謝黃師父,慢走 阿嫂 阿嫂,吃飯撩菜很沒加價的 我…我沒心的,粉絲難夾而已 你女孩子是人家,夾菜夾得打功夫 我…我沒打功夫,阿嫂 動手動的也不好 女孩子人家像個牛旺頭一樣 已經很難嫁得出了 還要學功夫,貼上大廠也沒人要 總之記住,不可以打功夫 不可以粗魯,知道嗎 你想嫁得出,很容易,我教你 你那些,我妹妹學不來的 你不要教她 我說去教她煮菜 想去哪裡?你看看她 牛肉煮得像柴皮一樣 粉絲煮得一塊塊 一塊也不厚,怎會嫁得出來 你這麼聰明,你煮吧 我煮得收錢的 那我就快點死人家 又不要開口賣口再說錢 人家要說你貪無虛榮 我送已經難吃了,還不肚餓 不吃了 阿花,不吃飯可以吃粥 另外一塊吃粥很有名 男女女都喜歡去吃粥談情 我陪你去 去什麼去? 家裡有飯你吃吃什麼粥? 坐下 坐下吧,活該你 以後都不准你飯 來玩吃 吃椰粥 吃椰粥 剛才看到白頭疹的手蟹在打拭 這裡肯定是白頭疹開的 這麼快就可以重開 白頭鎮和警察局的關係 比我們想像中更加密切 我們一定要多搜集證據 揭發他們出來 讓全廣州的市民知道 警察局和合邦勾結 但是他們剛才已經對我眼望望 好像開始私隱我了 再想辦法 那不如先把雲梯麵治一下肚子 我整天都沒吃過東西 不過這裡咸整個骨都沒東西吃 這裡沒有食蕩 那怎麼會有人送我? 來 怎麼又跟著那個按賣仔? 剛才你說賭蕩附近沒有食蕩? 但是賭蕩的人每天都叫雲吞麵 你說那些麵是誰送你? 還有,每天他只送麵來 不見他收換,一定有些古怪 我倆來,別客氣,別客氣 別客氣,別客氣,別客氣 不好意思,我受了 不好意思,大姐,不用你了 不好意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雖然我還不知道那個男人是什麼人 但是賭檔的所有錢 都交到他手上 他肯定跟白頭寢的賭檔有關 我想很大機會 他是警察局的人 這是一個好消息 只要我們找到證據 證明警察局有人包庇賭檔 我們就可以揭發他們 不過首先要查到 這個男人是什麼人 不知道小關有什麼消息 不用這麼急 我們要做的事還有很多 慢慢來吧 讓小關回來看他查到什麼 對不起 社長 我剛才說的男人就是這個人 我那天在葡萄寺那裡見到他 我查到那裡是誰 他叫沈國強, 不是警察局的人 是市政廳的會計 是他 市政廳的會計 又懂得除秘書 我們猜錯了 包庇白頭寢的 不是警察局的人 而是唐月行 難怪白頭寢被警察抓了 沒甚麼事 那個賭檔還這麼快就開了 原來是西區總萬餐要 如果是真的話 我們這次就是打打老虎 一定會溫動整個廣州 不敵我 卻不遵守我 回覆所有指點 作為是斷念 情方未得已改篇 也從沒願意 面對著記憶 眼淚的每一張年 讓我在這裏能立喊 隨便 若風起會吹到我 疲敬不切灰心狂 都差怎會結束我 離座